比比东奶奶不好了,小五妈妈被吸血鬼欺负了。 小五童,你慢慢说,到底是怎么回事? 事情是这样的,妈妈带我去游乐园玩过山车,可是门票只有一张了,旁边的吸血鬼也想坐过山车,妈妈不愿意把门票给他,所以吸血鬼就动手打人了。 岂有此理,可恶的吸血鬼竟然敢欺负我的小五妹妹,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,你们肯定是不喜欢小五呢?既然如此,小巫童,你待在家里,我去教训这个可恶的吸血鬼。 小五,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,我吸血鬼大人的门票你都敢抢,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 吸血鬼,你别冤枉我,明明是你抢我的门票好吗?你这样欺负我,等下比比东姐姐来了肯定会教训你的。 什么,五魂殿的叫黄比比东,竟然是你的姐姐。 是啊,难道很奇怪吗? 小五大人,对不起,请你原谅我,我不应该和你抢门票的,是我不对,我马上在你眼前消逝。 小五妹妹,吸血鬼在哪里? 比比东姐姐,吸血鬼被你的名字吓跑了。 蛤? 蛤?